国产汽车,国外测试 哈佛大狗挑战吉利多款车型 上期视频几款车表现都非常出色 接下来的测试难度升级 第一个出厂的是吉利博越Pro 这款车型在俄罗斯的销量仅次于冰月 相比冰月三缸发动机 无论是尺寸还是动力都要优于吉利冰月 开始两次尝试都失败了 不过没有关系 毕竟这里相比之前的测试难度更大 第三次尝试依然没有成功 中间又尝试了多次都已失败告终 最后只能找来另外一台车 把它拖到了坡顶 沃尔沃XC40 虽然它是沃尔沃 按说也应该属于吉利汽车 这款车虽然尺寸不大 但是搭载的发动机数据一点不弱 2.0升排量 最大功率252匹 采用全14区系统 对于一款不到4米5的车来说 动力甚至有点过剩了 尝试几次之后果然成功登顶 吉利新月S 一款跨界SUV车型 沃尔沃同款动力 采用14区系统 虽然在俄罗斯的销量不高 但是口碑极好 还记得最早做的一期 国产汽车在俄罗斯口碑排名中 位居榜少 当然在去年的榜单中 被自家的新月L超越 而新月S的表现 相比博越Pro要好 几次尝试之后 终于登顶成功 最后出场的是哈佛大狗 一款更像硬拍越野的车型 当然 它的表现也没有让我们失望 只用一次就通过了测试 如果让你选择 这几款车型中 你会选择哪一款